伦敦突然下大雪 上一次是2018年 那時我還未來英國 現在出去後方院感受一下 你們又知不知道其實每一粒雪花都不同樣的呢? 回到我房間 我房間看出去也很漂亮 雪越來越大 我記得第一次看雪的時候 是在玉龍雪山上到4500米高 空氣很薄,很容易有高山症 所以我們要大氧氣瓶 當你覺得不夠氧氣的時候 就吸一口 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雪了 表示興奮 但雪打到我臉上一點都不浪漫 之後還看到幾個男人 脫衣衫在拍照 我突然覺得他們好像 十八落海一樣在擺陣 整件事很好笑 但我不應該笑別人 因為我還未下山 就已經吸了整支氧氣 最後要吸別人那支 你們又記不記得第一次看雪是怎樣呢? 我最難忘是2019年年尾 去了克內地亞的十六湖 開始走不久就下雪 當時我穿了一條 穿洞的牛仔褲 身上已經穿了我所有的衣 誰知道越來越大 更好冬 這一刻我真的很想它停 但是港女是不怕冬的 我也很享受的 只是覺得很可惜 因為落雪的關係 索戶區沒有開到 希望之後也有機會再去啦 好了,分享到這裡 是時候出去逛逛啦 我現在帶你們去看看我家附近的山 這個地方看日落很棒的 這座山已經變了迷你滑雪場了 很多人在這裡玩雪梟啊 還有很多人在這裡砌雪人 還要比整個人高 BRAVO 好厲害喔 小朋友也很努力地去滾雪球 見人家玩得很開心 我也很想玩喔 你們看看雪景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 這隻椅子很搞笑 現在在山頂的位置 人們就在這裡滑下去了 現在在山頂的位置 人們就在這裡滑下去了 在山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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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教堂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 Not Byron 都在這裡滑下去了 他除了是詩人之外 他除了是詩人之外 還是一個積極投身革命的勇士 在山頂的地方 在山頂的地方 這間Handall School 是貴族學校 可以進去的都是精英、皇室貴族、上流人士的子女 這裡有名過很多名人 例如以前時期英國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剛剛提起的Baron 還有很多人會認識的Benedict Cumberbatch 大家對我住這一區有沒有了解多了呢? 等我現在砌個雪人先 i know your lips 阿姨 往後 再刺激 看了 kadal 阿姨 她跟我一樣 都是如此疑惑 都是这个有趣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明天一定会更加开心 是不是呀?哈姆泰郎